你们见过吗? 玩一个游戏 内存能占40G 我的天哪 显存全部吃满 显存根本不够用 3帧 21600×7680的分辨率 我在两年前3090推出的时候 就一直都有一个遗憾 就是我们这个3屏8K的项目 做得非常不顺利 最后还是用的A卡 才有了那么一丝进展 对吧 所以今天4090出来之后 我就要来补上三年前的遗憾了 而且还得升个急 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5屏8K 5台8K电视已经放在我这了 3张4090也是虚位以待 两张公板 以及一张特别结实特别巨大的 ROG猛禽4090 但是在挑战这个极限之前 我们得先一级一级来 先玩点简单的 比如说一个8K 昨天我们已经测了公版4090了 但是只测了2K和4K 今天有了这张猛禽的非公版之后 我们不妨可以测一下8K了 看看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来的 试试看就知道了 这次我们拿到的ROG STRIX 4090 真的是一张狠货了 我从来没见过一张显卡可以做得这么大了 里面全部都是散热 重量已经达到了2.5公斤了 包括这次的华硕TUF系列也好 还有各家其他的非公也好 大家都在体型上胖了一大圈 那时候测完数据我就在跟飘哥讨论 说会不会这次本来是用三星工艺的 中途才换成了台积电呢 要不然为什么要留这么大的散热器呢 这都够压600W了吧 实际上拿这个散热器压一个400多W显卡 确实也是大材小用了 Time Spy Extreme的烤机温度只有65度不到 属时凉快到家了 同时我也跑了一下分 分数上相比昨天测的公版略为高一点点 将近19800分 说实话这代卡大家都很难拉开差距 包括超频也是一样 我觉得如果你不是看中Strix的跑马灯的话 买一个TUV完全是足够用了 性能是不会有区别的 我们这次用Strix其实有一个优势是公版没有的 就是它给了两个HDMI 2.1接口 我已经试过了 这两个口分别可以接两个8K同时点亮 可惜单卡接不了三个或以上的8K 那我们就需要多搞几张4090了 待会就发挥一下创意吧 不管怎么说 盯着这张Strix看了很久 我还是有点手键 就想拆一下这个卡看看 那我们就拆一下吧 Strix这张卡拆起来要比公版容易很多 但最让人感慨的还是它这个散热器 实在是太大了 相比之下 它这个PCB真的很短 除了越接越的比较很转 感觉也没有比公版卡大太多吧 不过麻雀C小五脏俱全 这个密密麻麻的供应电用料上还是非常给力的 尤其是我刚拆过公版 这公版怎么着都得给你留几个空汗位 然后你再开ROG填得满满当当 哎呀是强迫认狂喜的呀 行吧 咱们也别多说废话了 今天还有三项挑战要做呢 那我们从低难度到高难度一个个来 第一个挑战就是8K游戏 这个我感觉对于4090来说难度已经不大了呀 我们不妨看看在8K的超高分辨率下 这张ROG的猛禽4090相比3090Ti能有多少领先吧 一上来我们先玩一个轻松一点的 就是大表哥2 那我说轻松也是有道理的 这游戏8K全特效不开DLSS 连3090Ti都能跑到平均33帧啊 对于4090来说当然是不在话下了 我们可以跑到平均47帧 但是算一下这个比例 感觉又是遇到了昨天提到的那个问题 就是受显存带宽的影响 有一部分游戏越高的分辨率 4090的优势越不明显啊 当然对于8K游戏来说 我觉得开一个DLSS是必要的 开启性能档DLSS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张猛禽4090帧数提到77帧了 这下游戏跑起来效果就很赞了 要不咱们来升级一下难度 玩一下光追游戏好了 F122 8K加光追 哇 这个压力可不小啊 果然如果不开DLSS 连4090都只能跑23帧了 3090Ti只剩13帧了 但好在这个游戏是支持DLSS3补帧的 我们先开一个性能档的超分 再开一个补帧 哇 一下子这个8K光追就能跑到60帧以上了 感觉这个还不错啊 性能可以接受啊 那接下来就该挑战一下大BOSS了 2077的8K光追全特效 如果我们不开DLSS 你知道这个4090能跑多少帧吗? 一帧啊! 没想到吧? 哎呀 其实主要原因是4090的24G显存被曝光了 哎呀 那就没辙了 我们只能开启一个平衡档的DLSS来试试 就哪怕开了DLSS 4090也跑不到平均30帧 这个时候3090Ti只有16帧了 哇 果然2077还是那个2077啊 不过我们还可以尝试开个更高档位的DLSS 然后4090还可以开启补帧 这样一来 2077在8K光追下也可以跑到平均67帧了 总算也是一个能玩的水平了啊 好 8K的性能测过了 但是呢 我们发现很多游戏其实8K已经超过60帧了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我们是应该挑战一些更狠的东西了 所以我就找华硕 嫖来了四个显示器 叫VG28U 这一个显示器是4K144的一个分辨率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来搞一下8K144 首先我们要先要设置一下NV的Surround介面 我们先把这一个屏 现在它是虽然接了四个屏 但是它只能识别一个4K的分辨率 对吧 我们用Surround把它推到一个8K的分辨率上 我们来一个Discovery Flight好了 我们就从上海浦东飞到上海红桥吧 从浦东飞到红桥 我天哪 这是什么 你说真的有这种航班吗 我们开一个嘛 开个什么飞机呢 747吧 这个好 哪有红桥飞浦东开747的 你见过这种航班的吗 就开这个吧 行行行 红桥飞浦东开747 哇 终于进了游戏了 好大的747啊 好大的747 但是我们刚刚是开到了这个高画质 不是最高画质 高画质 然后它现在可以跑到90多帧 95 96吧 跑不到一次4 但是对吧 也是有一个高刷在了嘛 我们进去看看有能够多少帧吧 已经够流畅了 哎 稍微这个黑边有点不爽啊 但是 747还是很好看的嘛 行 你这样一转就把这个流畅度感觉出来 确实 8K的分辨率 现在用高刷 你看这个体积嘛 你能不能飞到 我给你做一个铜滚好吧 我用747给你做一个铜滚 你在搞笑的吧 来来来来 你滚一个 先等一下 现在油门还不够 这是战斗机 吹一下杆儿 现实 现实中已经没了 应该是要解体了 现实中这样已经没了 已经没了 不要 千万不要学 你这个很危险的 好 然后完了以后呢 我们 拉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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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Pull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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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 这种事情就只有在游戏里能干 对吧 你要重降一遍吧 这个 哦 呦呦呦呦呦 不行啊 你这 小机场能降747的吗 真的吗 呵呵呵 哇 这个真的是破降了 不行 这个确实是要降 看 起不来了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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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飞机其实已经坠了 讲道理 哈哈 我现在在 我现在在拉杆 坠了呀 你肯定坠了呀 你撞树了兄弟 没了 哎呀 已经结束了 好了好了好了 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成功地停在了居民区 哎呀你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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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爆炸 你以后千万别去学飞机 我操 他没爆炸呀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换个游戏吧 我们换个游戏吧 8K分辨率能不能跑得了呢 能不能跑得了呢 来 按个控格键 哦 哦 130帧啊 哇 牛逼啊 8K 哇 好流畅啊 用手柄 感觉到了没有 我让观众 观众可能感觉不出 因为你们现在是看着60帧了 但是这个真的好流畅啊 130几帧 你觉得呢 只是快要死了 只是快要死了 你打不来 你知道这个证明了啥吗 再高的帧数 再强的显卡 跟你菜没关系 对呀 菜是原罪 我们要不试一下这个 要不降到最低画质 可以跑到什么样的程度吧 来我们开一个低画质好了 最低 我看看帧率能够 8K能飙到多少 好吧 其实帧率没有高多少 哦 是CPU瓶颈了 对 占用率已经不满了 对 占用率不满了 CPU瓶颈了 8K下出现CPU瓶颈了 我只能说这个显卡太强了呀 对吧 8K下 它已经出现CPU瓶颈了 哇 这你能信的吗 行了 我觉得这个体验 真的是极致的体验啊 但是 等一下 我觉得啊 只是8K144应该还不能够吃满这样子 是吗 你觉得怎么样才能吃满呢 我觉得我们得玩点更大的 玩点更大的 诶 我觉得我们得玩点更大的 听你这个我就来劲了 怎么玩呢 怎么玩呢 首先得更大吧 然后 然后 太小了 确实确实 我觉得这个 这个评估不够多嘛 还是不够多 确实 5频4K 那其实也就比8K高一点嘛 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才4个4K组成了一个8K 那你怎么说 你要来 6频的就5个8K 行 5个8K 行 我们今天就来搞一下5频8K 看看这个4090 4090不是C6频频吗 5台8K电视 现在我们已经安装完毕了 我觉得像那种FBI的那种监控系统 我们是几个探员 就那个感觉 我们现在要不就点亮一下看看好了 来 来 12 seconds later 这个自检的时间比较 这个亮了 这个亮了 哦 有了 哇靠 什么叫5频8K 来 看一下 分辨率 对 这一台 一台都是4320x7680 4320x7680 这一台也是4320x7680 四台 五台 全部都是8K的分辨率了 其实我验证了一下 好像还是没有办法像上次一样去用Surround 我给你看一下 你也从一个显卡里走出来的吧 这个用Surround的话肯定会更好 因为Surround的作用就是它会把你5个频 变成一个大频 然后你就可以用一个超大的分辨率 去全屏运行所有的游戏了 我一旦勾选显示器 它就会告诉你 显示器连接错误 对 这个就是消费级显卡的限制 你是不可以跨卡 输出一个完整分辨率的环幕 对 你是不可以的 那我们是不是用Quadro 对 Quadro可以 保留节目 但是呢 我觉得游戏我们上次也研究出来 是可以用窗口化模式 强行把它拉成这么大的 反正也是能跑这么多的频道 对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就来试几个游戏看看 好吧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这个杀手3 这个我们还没有玩过刚刚 这个毕竟不是近级游戏 但是我觉得这个帧率应该挺高的 虽然说你在一个屏上它帧数挺高的 我们这是5个8K 21K 虽然说它不是16比9的21K 这个压力 我觉得对于它来说可能还是有点 太大了 这么高的这个分辨率 我肯定要开超高的DLSS了 那肯定 这实在没法混了 杀手这个游戏 如果你要去改这个窗口化的分辨率呢 你是不能够在这个里面改的 你也不能像我们以前做那个 845玩Win11那个视频一样 去拉这个窗口的分辨率 拉多少就是多少 对吧 这弄个放大镜给你 那怎么改 不行 对吧 我们要在它的注册表里面 改分辨率 RT我就不开了 光追 这个再开光追 我觉得有点 高度是不用动的 7680 我们的宽度可以改成这个实镜值的 算是多少 21600 好 改完了之后 这个都不用去动它 直接就可以跑了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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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把这个游戏打开呢 哦 哦 有了 有了 入座 入座 诶 这就闪退了 这有点尴尬 我操 咋办呢 是不是分辨率太高了 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上次就测过这个 超过16384之后 游戏很容易出现问题 对吧 也就是说 游戏开发者不给力 呵呵呵 确实确实 还不过谁用这样的呀 我的天哪 我们要不这次 先挑战一下上次没挑战完的吧 3频8K 行 那就是12960 12960 因为上一次我们实际上根本没有跑出真正的3频8K 分辨率是16000多乘以4320 对吧 要不就是你占不满屏 所以说我们这次先来跑一个真正的3频8K 来 12960乘7680 建成奇迹收到了 三个8K能不能点亮 这个菜单其实只有十几二十帧 你看到没有 但是我们进游戏了 对啊 我们进游戏了 这是最重要的 诶 你看 成功的进到这个主界面了 我们要不选一个地图玩玩看嘛 我就很好奇在游戏里才能跑多少帧啊 哎呦 哇靠 这个画质牛逼啊兄弟 确实 哇 这是这是个啥呀 哇 来来来 你观众看看这个光头 我的天哪 这 我决定扫了一下 什么8K已经清晰到可以扫这个杀手47的二维码了吗 好像扫出来了 不至于不至于 你算了 你拉的好吧 但是真的 太清晰了 太清晰了 这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你看到没有 这3频8K啊 这个是真的离谱 而且这也说明 DLSS在这种情况下是真的很有用 真的很有用啊 而且现在的帧数其实我觉得可以接受 16帧 你看到没有 它至少是一个能玩的水平 对啊 这是个能玩的水平啊 哇 这可以啊 其实GPU还没吃满 现在只有50%到70的这个占用 这个我觉得还是传输的问题 其实它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面 能让你看到这个游戏做的认真不认真 那确实 我要找一个游戏来看一下了 我要照妖镜一下 这个游戏叫做原神 行 好 好 这个都能跑 3频能跑17帧 但很可笑 我们就没跑成5频 要不先试试看它能不能跑5频 我觉得对 5频先得一看看 能不能跑到这样 对对对对 来 你知道原神怎么改分辨率吗 我当然知道了 其实也是注册表 肯定是注册表 21160 216600 对 我们的这个高度是7680 对 7680 来我们打开一下原神看看 321 开吧 看看啊 这个太高了 你看到没有 你看到吗 哎呀它直接告诉你太高了 是这样的 原因是 DX11不能够实现分辨率 原神好烂啊 DX11的问题 不用DX12 那么我觉得这个分辨率有点太高了 对吧 我觉得我们又遇到了以前一样的问题 啊对 既然我们去年用16384是可以实现的 纵向分辨率不一样 但我觉得就 我觉得要不你试一下3频还是怎么说 我不要试3频 我就要用16384 哈哈哈 行行行 3频真的不够快 我们都弄了这么多了 弄个3频 哪说的过去 好好好 这是多少频 4频 4频原神 差不多4频吧 对 哦 哇 你看 帧数低不要紧 你能够细致入微地观察到这个衣服的纹理 和这个 咦咦 得拿到哟 欣赏对吧 对 欣赏 哈哈哈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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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XP 哎 你可以欣赏很多很多的东西 嗯 就是这个速度好像不是很友好的样子 它是不是要把纹理整个重构一遍 328AM 哇靠这什么情况 你有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 我看到了 这是什么情况 就是门到了 门都到了 UI没完 我第一次见这个情况 你现在点是没有用的 你看 你发现 进不去 进不去 怎么讲都进不去吧 前面的区域 以后再探索吧 哈哈哈 这是什么鬼啊 我第一次见 哎 哎 哎 要来的 来来来 哦 哇 一片白 猜猜进去多少帧 我觉得其实跟它是显示的差不多 7帧 7帧 不能再高 差不多吧 感觉有点 哦 哦 这贴图都没加出来 刚才开了极低画质 反正现在这个情况下已经无所谓了 你开低高高帧数应该是一样的 对 没有区别 我们直接开到最高啊 场景细节也开到极高 然后渲染 渲染 渲染 你可不就不要 哎呀 别别 我靠你 哦 各项异性采样也开到16倍 1.5倍 1.5倍 然后帧数并没有任何区别 6帧 你看还是6帧 6帧 没有区别 这个你和1.5倍采样 你都已经是自隔8K了 你这是什么鬼啊 我操 疯了吧 真的 反正能玩 你看看啊 现在我试一下这个天洞万象 这个 我的天哪 天理常虚 哈哈哈哈哈哈 你给我这种样子的 终于拿到了 太牛逼了 我要试一下这个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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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操 哇 这太离谱了 行了 这太离谱了 我想看一下 你知道我想看哪 你看你看 我们来看看 庆云里 哦 哦 哎 你还别说啊 这个画面确实是震撼 什么感觉 哇 确实挺牛逼的 我觉得你再也找不到这种感觉了 哦 而且 说实话 就是你飞的时候 这个慢慢的这样变 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卡 还挺有艺术效果的 确实 来 虚秘秘称跑多 你现在就只有5帧 我不知道他虚秘称跑多 能跑多少帧 哦 你来测 6帧 6帧 你要切到夜兰 OK好 这个6帧的话 我觉得真的 对于他现在的这个画面 效果来说还不错 夜兰放那个技能的时候 是不是特别卡 哦 这帧数没变 哎呀 但是真的看起来就很卡 你知道吗 这放幻灯片式的跑图 我都跑不准位置了 哇 哦 呦 这个太恐怖了 但是说实话 它的显卡占用率是特别高的 你看到没有 82的占用率 哎 我知道哪儿可以去了 哪儿 沙漠 走 特别吃显卡这个地方 来我们试试 你这土都没开完呢 来来我们直接 我直接忙着做视频了嘛 哎呀 我们太干了 连原神都没时间玩 哦 其实差不多 我连跳舞都跳不上 我都跳不起来 你看到没有 我都跳不起来 我的天哪 好卡呀 呦 呦 呦 卡出十了 83的占用率 但是有一说一 我们这个真的是 把这张4090的性能给吃的差不多了 这是正儿巴你吃的 83的4090 那已经比408016G高了 讲道理吧 确实 那对吧 我们这是很离谱的这样一个性能了 哎 我发现它这个沙漠的贴图精度还蛮高的 8K下真的看得挺清晰的 确实 这个贴图是4K的贴图吧 我来观察一下夜晚吧 开到这个照相模式是吧 照相 你到底要观察哪啊 你到底啊 呃 照相模式 你到底要观察哪个地方 哎呀 你看吧 这个很清晰嘛 你就是为了观察这个 哎 不不不 很清晰很清晰 想得到吧 原神吃掉20G现存 就有点可惜 它没有办法 就是真的跑到5平8K 确实它还是差了这么一点 那有没有一款游戏能够 跑到5平8K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但如果要有的话 我觉得也许Doom是有希望的 也就知道 对吧 我们刚刚这么好的优化 对吧 这个游戏应该说是能去能上 想怎么折腾 我觉得应该是Doom 来来来试试看 我们打开Doom 诶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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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来来来 你坐坐坐坐坐坐 我给你调一下 我看看 我看能不能调 这这这这 不对啊 这个 1000整 1000整 你看到没 你是要开100个屏的Doom 诶 你看到没有 这是啥呀 Doom Doom是可以这样干的 你看到没有 拉伸 我觉得有希望 我觉得有希望 我们来我们来试一下 把这个拉满 先先先拉两个屏 好吧 我们我们一个个试 我们一个个试 好吧 这样可以 我帧数确实有点低了 两帧啊 这样就两帧了 来我们再拉 继续拉继续拉继续拉 拉拉拉拉拉拉 哦 拉哪儿去了 它没了 它寄了 这感觉不太妙啊 都没了什么 我们再试一次 我觉得也拉的温柔一点 这次就可以看到画面了 这比较还不错 我直接进到那个煮菜单 再来试一次啊 再来试一次 从三个屏开始 先拉到三个屏 三个屏 哦 慢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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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拉 你要崩溃了 啊 崩溃了 但是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你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个尖锋 会不会是内存的问题 超过一定的分辨率 它好像就会 对吧 它是报显存的感觉 我们先拉到这个三屏8K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哎呀 那我知道了 你看这个二十四级显存 吃完了 吃完了 千万不能拉 哎呀 那我知道怎么办了 我们这一次先把画质调低 对 再来操作 显存不能爆 你看 哇 它底下这个共享内存占用率 突然就上去了 也就是说 显存不够用的情况下 它才用调用内存 它去显存 对啊 它内存可能会吃掉很多 我来吧 我觉得我的操作比你气味一些 细致一点 哈哈哈 行行 它主要是什么 窗口太卡了 这不是说你操作好 或者怎么样 也要什么穿针引线 杜绝这个暴显存的状况 两个8K 你看它跑多少帧啊 82帧 我的妈呀 也就是只要你显存不要爆 我的妈 这游戏的优化是神吧 真的 DLSS其实已经看到性能档了 我没有更性能的了 其实是最低画质了 已经是 拖到让它爆为止 我们看它最多能拖多少 我们慢慢来看一下 它最高能够吃到多少 暴显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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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就是暴显存问题 你不光是暴显存了 你的内存也有一个尖锋 这个内存的尖锋就是这里 所以我在想 会不会是我们32G内存 可能不一定够 我们加内存吧 加内存吧 好 看到没有 我们现在把这个内存 升到了64G 但是频率得降一点 不然跑不了 我觉得我们这一次 应该换一个拉窗口的办法 你这慢慢拉 风险太高了 来 开拉 好 拉到头 你看 这次就非常顺利 你拉的越快越顺利 我意识到一件事情 这样拉是不会占半块屏的 哦 对 是的 而且你看到没有 我们现在3频8K了 43G 我们再拉完 好吧 啊 一次 走 成了吗 成了吗 我觉得好像 哦 Shit 不行 我们记了 但是 这个方法是对的 我觉得看到了一些希望的情况 我们看到了一些希望 这次要不这样 我就按你的来 就是我们不进不见面 好吧 对我们在菜单里就开始拉 拉完再进游戏 对 我们试试看啊 好 先拉这边 没有问题 我们再来一次啊 这一个就危险了啊 直接 干嘛 然后我们让它 等一下 等内存 这个下去 对 对 我们现在内存已经吃到35G了 我的天哪 应该是成功了 我们先进游戏 嘿 就是这么一个 游戏 游戏 还真给你说中了 卧槽 这就是一个显存池不够用 然后借内存池的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你仔细看啊 我们的专用GPU内存 加上共享GPU内存 刚刚好好 48G 这意味着只要是一张48G的显卡 哎 搞不好 真的够了 我找那个 就什么 Quadro的人去问问 我看能不能搞到专业卡 对吧 我觉得我们需要这个东西 哇 这 这也太神奇了 哇 真进去了吧 人都不见了 就是这么回事 哦 他人要慢慢刷出来 他人要慢慢刷出来 这是帧数太低了 哦 哦 啄色都有问题 你看吧 光是没有的 人上来没光的 给他一些时间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嗯哼 这叫究极暴险存 我的妈呀 但不管怎么说 这是我们第一个能成功尝试的 5平8K的游戏 只是现在看起来情况不是非常的妙 哇 我鼠标都动不了 要么这样吧 我鼠标已经动不了了 你刚才不是觉得自己很强吗 再试试 在这个帧数上再试一次 我这没自信 来吧 这我真没自信 来一个吧 你们想看吧 来吧 好吧 我们试一下 这太离谱了 三帧电竞啊 真的 三帧电竞啊 这才是真正的三帧电竞 帧数高呢 那你是靠的是这个装备 这个帧数下 才靠技术 我觉得非常适合你这种电竞玩家 加载比原神快多了 你看到没有 优化好就是不一样 学一下 好 我们进了游戏了 音乐已经开始放了 我动得这个非常硬核的摇滚音乐 现在是这个凌晨4点12分 我觉得我们可以睡觉 太阳出来了 价值出来了 先睡未精 唉 你不用睡了 他来了 哇 哇 我该怎么说的 这个画面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是什么啊 树书人我可以关了 这这这这这这这 w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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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现在的感想 这就是我现在的感想 这个不要 这太牛逼了 兄弟 这个怎么叫游戏 这叫 Microsoft PowerPoint 我已经不知道 Running simplemente要怎么打呀 哇 我的鼠标 挞哪打呀 这个怪我应该是能打掉的 眼睛打掉 哇 慢慢的离你而去 你看到没有就是感觉 我的天哪 这枪应该是太暗了 我还以为就贴图不见了 贴图在了 就是太暗了 我的妈呀 这到底是什么鬼 这真术实在是太惊人了 但是真的很震撼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画质再开高一点 这低画质的纹理 我觉得画质在开高的话 尤其是纹理 我们的内存就要炸了 但是我其实真的想体验一下 我们先 你开高如果炸了我们就 寄了 反正也已经体验着了 开吧 我们还是改画质吧 要不是噩梦画质 我就试一下噩梦画质 我估计真说是不会有特别大区别 因为不太闪退 21600加7680的最高画质 好像还行 哦 居然没有闪退 哇 这个太牛逼了 这个帧数实在是太离谱了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牛逼 想到你 帧数还是三帧 因为你想我三帧 如果我降低10%的性能 或降低20%的性能 它还是三帧 那确实 主要是我没有想到它没有闪退啊 真的离谱 我们找个位置 待会看一下它的这个内存占用吧 就在这吧 停下来吧 我觉得这个玩起来真的是有一点 虽然很震撼 但是我觉得你停下来更震撼 也就是说它现在一共已经吃掉了50多个G的显存 哇 这也太离谱了 玩一个游戏 内存能占40个G 我的天哪 显存直接全部吃满 24G显存全部吃满 显存根本不够用哦 三帧 电定解决数 太牛逼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挑战是很成功的 因为它现在是在以21600×7680的分辨率 在运行这个游戏 到底是多少像素 我已经算不清了 现在是半夜4点钟 这是显然上亿像 现在是4点20 但是我很兴奋 我甚至都不想睡一觉 因为我面前摆着这玩意儿 我的天哪 让它真的能运行 哇 天哪 没有办法成功地做到 让三个8K屏成功运行游戏 我们现在有五个8K 分别插在三张40 虽然计算只用一张 但是它用三张4090去输出了 五个8K的分辨率 我的天哪 我只是觉得显存更大一点 应该还能更加 确实确实 这个挑战24G显存 抱得一杆二斤 一点都不剩 确实 而且还额外再吃掉了 可能30个G内存 30个G 吃掉30个G内存 我的天哪 我在想Quadro到底扣不扣 如果真的搞一张Quadro 够吗 我们需要96G的显存了 可能 要不我们联系一下 英伟达造一张 造一张100G显存的卡吧 96G的吧 凑个整 能不能跟苹果学习一下 弄个统一显存 这个128G的吧 哎呀 现在平静根本就是 对吧 显存的这个瓶领太严重了 可惜了 ME Ultra不能支持这个游戏 没事 我们要不年底再来挑战一次 而且我跟你讲 Quadro有一个更好的技术 叫马赛克技术 它是可以真正实现多卡 同步输出一个大分辨率的 这和我们现在的Surround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哎呀 这个Gforce上还是有阉割 算 我们要不就把这个悬念留到年底 显然我们已经挑战成功了 但是还不够好看 对吧 太电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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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年底再战一次 好吧 目标帧数 10帧 我不知道行不行 但是我们先 先把这个目标定下来 对 我们先定下这个目标 10帧 玩这个5平8K的Doom 好吧 好 那我们年底再战 好 怎么样 5平8K 21600x7680 有够震撼吧 哇 我都没有想到 它真的能够点亮 并且它真的能够玩得动这些游戏 也不能说玩得动 它真的能够进这些游戏 还没有到玩得动的程度 那这个也是得益于这次4090的一个非常强的性能释放 包括我们这次使用的这个猛禽的4090呢 它是有两个HDMI的这样一个输出 对吧 可以实现更多的这个电视的这样一个接口 那么这个为期三天的4090之旅 也算是正式完结了 从我们第一天分析架构 到第二天测试公版的性能 到第三天用ROG这个强大的猛禽的4090来整活 对吧 我们也算是把4090给摸的差不多了吧 一个摸透了 那么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这三天也是马不停蹄的在做各种各样的测试 在整各种各样的活 对吧 包括这个5频8K的这个超级大活 期间也是遇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 也是有你们的这个点击 有你们的感谢 有你们的这个赞 才能让我们有动力把这个视频给做出来 包括我前面也说了 这个视频还没有完结 对吧 5频8K我们还没有实现终极目标呢 现在还是窗口化的 爆了显存的5频8K 那么到年底 如果有Quadro能够去测试的话 我们还会再尝试一下能不能完美的实现真正的5频8K 好 那么以上就是4090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你的陪伴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